滑溪人东方朔 小朋友,谁都知道以前的皇帝是最喜欢享乐的了 他们贪威蜥蜥 每天要吃些最珍贵的山珍海味飞禽走手 穿些瘦猛金丝银线花花碌碌的凌罗绸段 他们住在非常非常漂亮的皇宫里面 还要成千上万的人一夜夜夜地服侍他们 要很多歌女啊舞女啊地在唱歌跳舞 供他们尋欢作乐 有些皇帝为了自己开心 还专专养一帮怪无怪样的滑溪人 这些滑溪人有些达别高 有些呢又达别矮 有些会讲笑话 有些还会耍魔术玩杂技 总之一句话 这些人就是要想尽办法 使得皇帝开心得淡笑的 不过也有些滑溪人 抓住接近皇帝的机会 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 大胆地向皇帝提意见 他敢说一些老百姓想说的话 在汉母帝的时候就有一个这样的滑溪人 他的名字叫做东方索 这个东方索 长得又厉又高 整只猪一样 他的样子真是很好笑 不过他读过很多书 他人也很聪明 他写了封信介绍自己给汉母帝 希望皇帝能够重用他 汉母帝看完信之后 就叫人将东方索 带来跟那帮小丑矮人一起住 叫他在那里安心等候皇帝的接见 于是东方索就跟那帮矮人住在一起 他每日只是领到一份口粮 但是没钱花了 他在那里又闷又烦 每日等啊等啊 等了很多很多日 但是还没望到汉母帝召见他 东方索就想了 这个有什么法子 使皇帝一定要见我呢 他想啊想啊 终于让他想出了一条矮子来 有一天 东方索就把矮子叫在一起 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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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秘密给你们知道 你们知道皇帝为什么要把你们的矮子集中在一起 他想统统杀你们 他想统统杀你们 吓他 吓他 那怎么办 那帮矮子一听见 个个都吓得傻了 他们不明白自己犯了什么罪 为什么皇帝要杀他们 东方索就说了 吓他 你们知道皇帝是嫌你们又矮又没用 一 你们不懂做官 二 不懂做事 简直是废物 不如 那一声 杀杀了事 一 死了死了 那怎么办 东方索 你快点想个法子 救下我们大家 那帮矮子一起跪下 你靠那个拜 他们一起 吓东方索 和他们想办法 东方索就说 算了 好了 别拜了 我见你们这么可怜 让我想想办法 救下你们 你呢 东方索 一面扶起那些矮子 一面 在装模作样的 假装想想 过了一阵 他就对那些矮子说了 那那那那那 行了 那那那那 那那那 你们 看着皇帝 坐车出来玩的时候 一起 跪在车的前面 求皇帝开恩要命 你呢 你们记得 你们记得 一样 一样 在车前面 对着皇帝 猛地扣头 请求 遥命 汉武帝 看见那样 就觉得很奇怪 问了 谁要杀你们 为什么 你们要求我 遥命 啊 那那些矮子 一起说 哎呀 皇上 皇上 是东方索教我们 这样做的 胡书 大胆东方索 敢胡言练语 所有 大东方索来见我 汉武帝 一撞火 哈哈 龙岩大鹿 东方索就是想这样 因为他这样就有机会进宫 有机会见皇帝了嘛 到了皇宫 东方索先是公公敬敬的参见了皇帝 然后他伸直腰 扣长条颈 指着那些矮子对皇帝说 哎呀 帮帅 你看你看 我生得那么高 那么长 他们呢 生得又矮又小 但是 你发给我的口粮 和他们的一样那么多 那他的肚 吃得圆绿绿肥 我呢 就饿到那肚扁尺尺 幼瘦猛猛 多惨啊 他一边说 一边做出很多滑溪灰鞋的怪相 搞到汉武帝都忍不住 嘎嘎声笑起上来 汉武帝想想 这个高佬说的东方 又有点多道理 就没有问他的罪 还将东方索留在皇宫里面住 这个汉武帝 也好像其他皇帝一样 也好贪威蜥蜥蜥 尋欢作乐 他还说要重新建一间大花园 啊 国家已经没钱了 他还要这么浪费 你说怎么可以呢 但是 他是皇帝 明知不对 你说谁敢说他 劝他 反对他 万一激怒了皇帝 哼哼 连命都会没的 呢 只有这个滑溪人东方索 他好巧妙地 对汉武帝 讲了很多历史上的故事 向他说明 皇帝如果只是 会贪徒享乐 不打理国家大事 那些老百姓就会受罪 如果 真是迫到那些老百姓 没有路走 哼 那时候赶狗入窮巷 他们就会造反 那时候 皇帝的江山都会 鸭鸭共 哈哈 说来又奇怪 汉武帝 又会有耐心 听东方索的劝告 于是 东方索就是这样出了名 这个敢于大胆 向皇帝提意见的滑溪人 到现在 历史书上 还可以见到他的名字